我的抗議對抗藥 不會停止 直到最後的抗議 和最後的抗議 都會死亡 自從2016年杜特地 當選總統以來 菲律賓舉國上下 就在進行一場反毒大戰 在這個有四分之一人民 生活在貧窮縣之下的國度 每個人都受到 毒品交易的侵擾 這天反毒大隊隊長卡斯楚 又見面了一個販毒集團 他們在一個孩子的背包裡 發現些許殺物 這是一種甲基安非他命 一劑合成毒品 售價不到五歐元 都說貧窮會限制 一個人的想像力 所以不少菲律賓的赤品階級 都仰賴甲基安非他命 擺脫現實的壓力與苦悶 艾倫也是其中之一 貧窮成為了他販毒跟吸毒的原因 假期的一定是連贖 這只是處理因為 正確保的原因 是可以吃掉 所以如果我不要在這次 因為 feeling 所以我還沒吃過 因為我已經今天 只有我還沒吃過 如果我還沒吃過 你快點吃過 在家halt壕 都特地宣称 对所有涉毒人员 杀无涉 结果就是 国际特赦组织 公布的 有八千人死亡 街头巷尾成了 碟写坟场 在往生者迅速 暴增的墓园里 一个母亲 说起了警察 滥杀无辜的故事 她被冤枉了 在30月份 她被冤枉了 在左边的 河河河 她被冤枉了 在19月份 对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我正在 我发现了 一会儿 我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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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问题 我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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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將反毒進行到底的獨特地 顯然不在乎這些人的處境 這讓一些人看不下去 但獨特地無視國際的批評聲浪 堅持採取令容忍政策 不管罪行多輕 後果就是監獄人滿為患 他們和囚犯完全沒有接觸 囚犯的親戚帶食物給他們吃 這座詭異監獄的大門 白天為親友而開 對獄族約瑟來說 自從獨特地當選總統 一切就失控了 大部分的囚犯都不是被警察逮捕 他們是獨特地當選後自行投案 他們堅信總統會殺了所有人 因為那是他的沉默 進監獄是他們保命的唯一辦法 菲律賓涉毒人口龐大 民眾早已對警察司法系統 與毒販勾結深感不滿 支持杜特地的必要之惡 但反對者則呼籲要尊重人權 兩股勢力